王母娘娘 为什么要在牛郎和织女中间 画一条银河呢 也许刻骨铭心的感情 就是需要精力考验吧 就像牛郎和织女 梁山伯与朱音台那样 如果可以换蝶就好了 飞到大海尽头 天天吃点花粉 再拂几条毛毛虫 你这个人啊 都什么时候了 还说这样的话呢 什么时候醒过 皇后的诏令 明天回家见一见爹娘 护天就要进宫了 答应我先试 什么 宫里诱惑这么多 你可不要把我忘了 怎么可能 又再胡言乱言 要是可以一直这样 对你胡言乱言 几天 几月几年几十年 大概不好 淑沫 我们回家去吧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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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回去了 我今晚留下来 你别误会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会对你一万分的尊重 我是想多看看你 我怕你进宫之后 想再见你就变难了 我可不可以 不不不可以 你别过来 你你你你你你也再过来 我我用挣扎你 我就听一下嘛 你你说过的 要对我一万分尊重 你真的不可以 你你 楚沫 我后悔了 你叫楚沫 慎楚沫 慎楚沫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你不要胡吧 慎楚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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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什么啊 慎楚沫 慎楚沫 你别过来啊 你说过的 你要尊重我 慎楚沫 慎楚沫 你别再拖了 慎楚沫 你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你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抓着他 你就当他是那条 能够帮助我们度过银河的桥吧 你别睡觉 你别睡觉 你不睡觉 你不要睡觉 你不睡觉 他说的 你大概是个 Obrig 你没睡觉 我 我 你 感谢观看